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浪漫会出现 温暖在眼前 奇迹会实现 我记得每一天 有梦最美一天 朋友家人就在身边 原来都是你是你 一直同在 我不是要你跟他们家 保持距离吗 你倒好 越走越近 你知情愿跟我作对是不是 妈 我这边信号不好 晚点回去我先挂了 喂 喂 怎么 你妈妈不高兴了 我忘了那妈妈说 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没关系 我吃饭就回去 那你赶紧吃吧 真好吃 好吃好吃 是吧 我就最爱吃 我妈做 进来 连长 庞天忆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你从头到尾 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医院来个孩子 管你叫爸爸 宝宝来医院了吗 还宝宝 看来这事是真的 庞天忆啊 这么大的虚拟 你居然敢瞒着我呀 院长 那孩子是徐竹润的 不是我的 那为什么在医院里 管你叫爸爸 是孩子完全误会了 徐竹润也是迫于无奈 才把小孩招给我照顾的 荒唐胡子 你说 你到底跟徐竹润 什么关系 我跟徐竹润大学的时候 是男女朋友 在结婚之前 我已经跟小雪解释过了 你敢发誓 那孩子不是你的 如果院长不信的话 我可以做亲子鉴定 好吧 我相提你一次 但是 你必须把徐童润 马上转院 那个孩子也给我送走 可他马上要手术了 天忆啊 如果这种事情 在医院里要传开的话 再说还有个孩子 那些咸言碎语 得有多少啊 你解释中 是解释不清楚的 小龙 小龙 爸 回来了啊 那谁呢 月月呢 得那个急性肠炎了 在医院夸谁呢 怎么会这样呢 那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了 我看他好点了 我才回来了 主要是太晚了 我不能让宝宝在医院睡吧 但是你嫂子还没有离开呢 不能让他看到了 那我先把宝宝放在月月房间睡 行 爸爸 白雪 你出来了怎么 爸爸我要回去了 回去干吗 吃完饭再走 姑姑都准备好了 我已经吃好了 爸 你快进去吃吧 小龙 嫂子 你也回来了 你后面被那孩子是谁啊 邻居家的小孩 被邻居家的孩子干什么呀 这 这孩子还跟我玩 玩着玩着睡着了 谁让我受欢迎呢 睡不睡了 这样啊 是啊 是啊 小雪 你车叫好了没有 爸 车在前面呢 那我下次再过来看您 我先回去了 好 慢走啊 警报解除 把孩子赶快带到我屋里去吧 爸 方天忆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不是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连个电话都不打 我估计他自个儿 现在也一头包呢 今天经历这么多事 爸爸一定是累了 我也累了 爸 我还第一次听见你说你累 对了 月月还在月里吧 一个人 你要不去陪陪她呀 算了 她根本就不需要我陪 那什么叫算了 一个女孩生病了 她要人照顾 你不能把人一个人 丢在医院里头啊 不是 她不是一个人 有人陪她 什么什么什么 爸 你不是累了吗 咱那儿休息吧 你醒了 喂 还疼吗 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 你给我打的电话 你忘了吗 宝宝呢 被防晓龙带回去了 小龙她来过了 来过 我已经让护士去问 VIP病房了 一旦空出来就给你换 我真的没事了 我要回家 你这么不听话 让我很担心你知道吗 老板 小龙 请叫我小龙 傅小龙 勉强接受 你刚刚想 我有一件事 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喜欢的人 是房小龙 这也太直接了吧 好 好 那我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喜欢的是十年前 救你的傅小龙 你之所以喜欢房小龙 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了我 你喜欢了我十年 怎么一到上海没多久 就变心了呢 其实我之前心里也很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断地问自己 我喜欢的究竟是小时候 救我的你 还是现在跟我相处的他 既然你心里很乱 那我们重新开始 我承认 在你跟房小龙这段感情 我突然间介入 是我不对 但我不甘心 因为明明十年前 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我 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 我不管什么玩笑也好 恶作剧也好 我错了 我承认我错了 月月 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 勇敢 真诚 直率 善良 这些听起来很普通 但我长这么大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见过那么多人 最后我才发现 这些是最难得的 是你 是你李月月 让我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跟你一样好的人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过我这段时间 反反复复地问我自己 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着急拒绝我 放弃另一种可能了 你跟我在一起 你可以在上海过得很轻松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可以过得很开心 可是在我心里 一个努力让我开心的人 永远都比不上 一个我见到他 我就会很开心的人啊 放手 给我个机会 好吗 我愿意 我知道你 不过你 我愿意 好吗 什么 天心和王总 然后呢 天心怎么说呀 他能说什么 他就说没什么 他心里乱得很 我什么人呀 我这眼睛一看过去 就能看到他心里 他跟那王总有意思很 那他为什么不承认啊 都这把年纪了 害怕 害怕什么呀 他还没从过去的 医营里走出来呢 都几岁了 这小姑娘眼看就奔似了 妈 您啊 就假装不知道 这事交给我了 你 保证搞定 老板睡吧啊 房子烧了 我负主要责任 好吧 你签了 第一次听说 免费装修设计的 几率很低 两百个名额 只抽一位 喂 王总 您休息了吗 我刚刚到酒店楼下 明明是我的责任 她非要出钱 还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大费周章帮我 还不肯让我知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她该不是喜欢我吧 妈 她要是真的喜欢我 那我该怎么办呀 好 方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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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方伯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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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你怎么出院了 你姑姑给你熬了粥 我正打算给你送去的 我没事 方伯伯 你别忘了 我可是个女汉子 哪有那么容易倒下的 要是哪儿不舒服的话 马上让家里人知道 你千万别硬撑着 好 我知道了 月月 月月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那家伙没送你回来了 还那家伙 哪家伙 你怎么不去接啊 我年轻时为了接 你妈妈上下班 每天要骑十几里路自行车 我照样接 现在又是公交 又是地铁 便利都是车 你怎么那么懒得动我呢 爸 我不是懒 我今天已经去过了 去过哪儿了 咱不进去分手去吧 不是 爸 接人接到底嘛 去吧 去吧 境况怎么样 你看 右边有个两厘米的肿瘤 不过呢 没有转移到淋巴结 警察县防御淋巴之后 做个摘除手术就可以了 好险情况不是很糟 我说 你怎么对徐主任事 这么上心 你才刚刚院长女儿结婚呢 她是我大学时候的师妹 以前挺熟的 不知道为什么 早上院长助理突然通知 说院长要帮徐主任 转到瑞冬医院 让我把她的病例准备一下 那手术怎么办 应当进入瑞冬医院安排吧 转院容易 但手术时间要等 更何况你是乳腺癌的权威 你操刀我比较放心 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吧 那院长那儿呢 我来跟她说 我接到了 进来 院长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不应该有任何理由 凌驾在病人之上 再说了 您不应该因为我跟徐墨瑶 过去的关系就要求人家转院 这不符合医生的准则 什么 你跟我谈医生的准则 我告诉你 房提议 这件事 如果你不处理好 你就先不要回家 一 二 三 无论人 到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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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啊 开始了 一 二 三 天忆今天没来电话 没来 没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 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他自然有他的理由吧 时机到了 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要是院长知道了 要是院长知道了 肯定饶不了天忆 那我们房价就得 登门道歉 因为我们房价不对了 对不起 天忆 妈 舅舅 这是要去哪儿呢 去哪儿啊 做好事去 做好事啊 快去 那我走了啊 啥意思 小孩子的事情 不清楚 搞不懂 对不起 厨师长 这是你工作的地方 你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不能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那是因为昨天 出去 等等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笔记本啊 你以为记下食材 步骤伙厚 就能当厨师了 太搞笑了 网上有的是食谱 你去下载好吧 如果靠笔记就能做菜 那人人都是厨师吧 可是我觉得也没那么难 好啊 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几斤 计量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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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朱市长 出去 可是我这将来 会做剑料不代表什么 但是你还没看 我让你出去 朱市长 这不错呀 这 不过 这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每天说啊说的烦不烦 谁要进来的 出去 厨房是我工作的地方 要我出去 你开除我 你 好 我警告你 从现在开始 给我一造台 工作台远一点 明白吗 是 朱长 您都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王总的意思 而且他还再三叮咕 千万别露馅 谁知道还是被你看见了 都怪你 没帮我拿手机 没关系 装修费我还是会付的 不用啊 王总已经一次性付清了 这是我们和王总的合约 一次性付清了 对啊 这对儿已经了 十万啊 这也太贵了 不行 这份合同我不能接销 取消 住址合约 取消也是王总取消 那取消的话 我们是不会退款的 而且这一点合同上 那取消的话 而且这一点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而且这一点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但我也不能让他付这个钱 方小姐 您就别跟王总较劲了 要我说啊 您就赶紧把房子修好 早点让王总搬回去住 是不是 是 我也想让他赶紧搬回家 那可是 您也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这事啊 你就当做没发生过就好了 就是啊 看您这么为难 搞得我们也为难 您这万一一说破 王总也为难啊 大家都为难到底干吗呀 这是 我也不懂 你是王总的秘书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把我们牵扯进来 不过话说回来 这王总追你追得也太辛苦了吧 方小姐 有人帮你出钱 这不挺好的吗 对啊 如果有男人这样对我 那我肯定马上嫁给他 行 我觉得吧 王总真的是一表人才 你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 我是房东 您是房客 没道理让您出这笔钱 谢谢您的好意 我现在没钱 但我会慢慢还你的 是吗 这样接穿他好吗 万一我要还钱 他不说怎么办 但如果不接穿 就等于他替我付钱 没道理呀 怎么办呀 房秘书 王总 我听说你抽奖 抽了个免费装修真假的 是 不是吗 你也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这事啊 你就当做没发生过就好了 是 免费装修都被你抽到了 赚了啊 是啊 怎么样 什么时候开始动工啊 我马上会安排的 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 你那房子 走了 对了 今天晚上 我想去一个 平价五分的餐厅吃饭 特别棒 就是有点矫情 他们必须要两个人一上 才能定桌 我就在想 你说今天晚上 这个 我今天晚上 跟蔡秘书约好 要一起吃饭 正好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样 我也可以去 点一个更加好吃的餐厅 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吃饭 你也知道 这正好了 我走了 走 中午又吃饭晚上又吃饭 有那么多话要说 你这不是奇怪 王总 好 王总 我是房天星的表妹可可 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的 我有事想找你聊一下 喝茶 喝果汁 喝咖啡 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你朋友的一个领导 租了一个女房东的房子 结果这房子着火了 需要重新装修 你朋友的领导 就偷偷地把这个房子的 装修钱给了 而且还跟装修公司一起 串通好了瞒着女房东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情况 我就问你一句啊 这女房东长得漂亮吗 听说嘛 是挺漂亮的 而且还特别有气质 那就简单了 女朋友的领导啊 肯定是爱上女房东了 她喜欢你 没跟你说的 她哪能跟我说呢 但是我看她 魂不守舍人样子 我百分之百保证 她喜欢你 不可能啊 我怎么没感觉出来 她天天找我 跟个刺猬似的 她就要我所有的帮助 我跟她吃个饭怎么缘业啊 这要对了呀 说明她心里有你 春心啊 以前感情都受过伤害 这八年都没谈过恋爱 天天在那儿说什么 不婚主义啊 独身主义 其实就是因为害怕 她呢 看上去厉害 其实这个人很单纯的 她一大爱上一个人 绝对是全力以赴 当然了 爱得越深吧 伤得就越伤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给你打你护方针 你不是喜欢她吗 我怕她把你吓跑了 我什么时候说 我喜欢她了 你说什么 是爱 那应该不至于吧 可是如果不是爱情的话 她干嘛做这些事啊 我觉得啊 你朋友这个领导 肯定在追女房东的 领导爱上女房东 这剧情可真够浪漫的 你不喜欢她 算我白来了 那我走了啊 等等 要怎样啊 要不再聊一会儿 我就是还不太确定 这有什么不确定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 我问问你 你跟天心之间有没有 是吗 我 知情接触 知情接触 这么变态啊 还有没有 王总 我们这算是和解了 我手也算肢体接触 那你们俩肯定没吵过吧 吵过 那次好像是她写 别走 好 我也太想看天心了 居然借酒装疯 反正我跟她所有的 亲密接触就这些了 你们姑娘寡女 在一个房间里 就这程度 小学生啊 什么房间 那是办公室 你为什么那么多次 到我们家来找房天心 那都是正好有事要去的 那你天心给天心打电话呢 都是为了工作 你的那些衣食住行跟工作 有一毛钱关系吗 是房秘书说这样让我们工作 做更顺畅 借口 你是想她了 然后呢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想看她在干什么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谈过几次恋爱呀 我干吗要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我可没办法帮你啊 没谈过你啊 手机打开 干什么 扫一下 以后呢 我就是你的免费军师啊 没必要吧 搞得跟什么似的 免费军师 那算了 通过一下 验证 房总 最后问你个问题啊 你想不想知道 天心到底洗不了你 如果你想知道呢 你就找准机会 无条件地对她好 给她无限的关爱 这样 她自己会给你答案的 想通了随时跟我联系啊 你找我 对她的事 你找我 我只想要了 你找我 你找我 对她的事 我还真的要找我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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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她 她怎么会在这儿 作曲 李宗盛 沈宇航 翻车了 姑姑 可可呢 她又穿我的衣服出去了 我不知道 你跟她说过多少次了 别穿我的衣服出去 每次穿完还不洗 你怎么又穿我的衣服出去了 你怎么了 可可 可可 你干吗呀你 对不起啊 我有偷穿你衣服了 不过没穿几个小时 我拿去干鞋 我就还给你 可可 喝醉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天心 对不起 不敢偷穿你衣服的 你怎么也要嗨 好wegen 我ай儿 干什么呢 你怎么可以 我去衣服给你衣服 我也不知道 李偉 Shane 天心 太好吗 你还有脸问 给我装入无奇事是吧 脸皮真够厚的 我离婚了 谁让你当初抛弃天心 离婚 活该 你还跑我去这面房买面 我只是买个面而已 上海那么大 就跑我家买面 你凭什么呀 我在附近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 我有什么事要找律师啊 你触我眉头呢 不是 天心以前经常用他爸爸做的面 煮给我吃 我在国外生活了八年 吃什么面都不习惯 最后发现就好这一口 你到底要干什么 天心还是一个人吗 关你什么事啊 他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我警告你啊 下次不要再在五分的小区出现 如果我再看见你 我非砸了你律师事务所的杖 王硕 你要抓紧哪 王硕 你要抓紧哪 那就简单了 这个领导啊 肯定是爱上女房东了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领导 肯定是在追女房东的 那就简单了 这个领导啊 肯定是爱上女房东了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领导 肯定是在追女房东的 嘴儿去吧 喂 房律师 怎么不说话呀 我 王总 我想谢谢你 谢我 谢什么 谢谢你当我的领导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 谢谢你包容我 还有帮助我 还有 总之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我把我放死了 我把我放死了 把我放死了 把我放死了 对啊 我为什么这么高兴 那件事我很愤怒 你打人啊 为什么 我自私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我忽视了你 在我身边 我把他留下 因为我不想再离开我 为什么 我想要亲的 为什么 啊 刚才我想打电话给他 又怕他不高兴 他打给我 我就很高兴 这种迹象 到底为什么 你恋爱了 我确定你恋爱了 我保证你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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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爱上他了 我确定你喜欢他了 佳怡 我保证你喜欢他 我保证你喜欢他 佳怡 佳怡 我确定你喜欢她了 看来我真的喜欢她了 可爱 Christ 的酒 老公 sew了 一小的 太可笑了 他在哪儿 我们老板说了 龙哥伸手好 想请你回去帮忙 钱少不了你的 把钱拿回去 开什么玩笑 我拿回去 我不好受 你也不好过 好好想想清楚 我们老板等着呢 把钱拿回去 有钱不拿是傻子 老板等着呢 那些什么人啊 你们手里谈了什么呀 关你什么事 事先看不出来 回来了 爸爸 你回来了 爸爸 天忆呢 妈 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没接 那个 他最近工作很忙 近期呢 都不回家住了 那老公 工作再忙 你也不能不让天忆回家呀 他们俩才刚结婚 你说天忆老不回来 咱们什么时候帮了孙子 行 这些计划 什么孙子不孙子 那以后再说吧 妈 您看爸爸真是的 那天忆多累啊 妈 有问题 喂 小张 是 院长夫人 最近医院发生什么事了吗 院长回来很不高兴啊 是吗 这样啊 什么 到底有什么事 你说没事的 我要知道什么情况 我才能处理啊 院长 今天跟方医生 好像已经给您个病患 起了很大的争执 什么 你慢慢说 说清楚 Row där 来 raz 沙漏 漏掉了曾經 帶不走的回憶 綁在我左右 一顆心 忍著痛 該怎麼跳動 我試著靠近你 才學會感受 莫名其痛 流動的時光 多少次感動 時間都被抽離 留下痕跡 證明愛上你 流動的時光 蒼藏在心底 原來只有回憶地 在心底下 流動的時光 蒼藏在心底下